据说在英国,有一对住在巴黎港的夫妇,带上了他们的两个孩子,到海边玩耍。 可是他们在沙滩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物体,便过去仔细看了一下。 发现好像是一块石头上长了密集的藤壶。 他们猜测,可能是海里飘上来的。 孩子们出于好奇,便一直在这东西旁边玩耍。 还时不时地摘下藤壶。 妈妈还给开心的他们拍了几张照片留念。 但在第二天再经过这里的时候,孩子的妈妈发现海滩被封锁了。 而且周围还有很多警察。 便问了一下警察什么情况。 得知情况后,让他心感担忧和庆幸。 原来呀,这不是什么怪石。 其实这是一颗旧石战争流下的水雷。 时间大概是二战的时候。 由于在海中待的时间太久。 被藤壶不满遮掩了他的原貌。 因这水雷还有几率会发生爆炸。 所以当地警察需将附近封锁。 确保无人后,引爆处理。 宣告。 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资讯之目的。 若有来源标注错误,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。 请作者持权署证明与本网联络。 我们将及时更正、删除。 谢谢。 谢谢。 感谢观看